T恤上大大的燙金字體 寫著五百勝 右上角還有戴姿穎的名字 小戴開心的將衣服比上身 而除了衣服還有同款毛巾 品牌方送出大驚喜 慶祝戴姿穎達標生涯五百勝 過了幾年啊 十六年 過了這麼長時間 五百勝要打幾場比賽啊 好難喔 好啦 算了 十九號丹麥羽球公開賽 戴姿穎擊敗泰國選手 總和單打和雙打 成功累積懸崖的第五百勝利 好像聽起來很多 但是我也沒有在記這個 但這裡幫我記的 第一場就是在越南的比賽 其實蠻印象深刻的 因為就是那是我第一次出國 然後有贏了一場 但是第二場就輸了 一起第一場國際比賽 已經是2009年 他也從青森的年輕小將 變成世界級球後 獲得三十四個大賽冠軍 也是女單盛場記錄保持人 創下連續保持兩百一十四週的 球後歷史最高紀錄 現在的生涯五百勝 也在寫個人心理程備 一直都很期望說 可以讓大家都知道 有知道我的一天 然後可以為我掌聲或恍呼這樣 然後我覺得到現在 其實應該是 已經做到了這個程度 加上現在其實 其實有很多的粉絲都知道說 我可能明年打完之後 就不會再繼續打 所以他們都會一直跟著我 到世界各地比賽 這是我很感謝他們的地方 笑著說自己其實已經達成目標 小單拿到得來撲毅的這五百勝 也感謝球迷一路陪伴 歡迎收看小伯友傳台北採訪報導